我們剛剛提到光碰到障礙會彈回來會反射 它的反射有分兩種,一種叫做單向反射 我的那個,我的障礙面是平的 所以我平行光照進來,彈出去也會怎樣? 平行,像下面那個圖的左邊那樣,平行光照進來,平行光彈出去 這樣的叫做單向反射,又叫做鏡面反射 另外一個就是,慢射 我的這個面是凹凸不平的,我的平行光照進來 射出去就是亂七八招射出去的,這樣叫做慢射 這叫做慢射,平行光進來,平行光出去,單向反射,鏡面反射 平行光進來,到處亂射,叫做慢射 基本上,你能夠,不管你是單向反射也好,慢射也好,全部都會遵守反射定律 老師上課說了,只要是波動就有反射,只要是反射就會遵守反射定律 只要做人會反射定律,還有一件事,你能夠看來那些東西是因為慢射的關係 我在教室裡面,我走到左邊看得見你,我走到右邊也看得見你 是因為你的光會到處亂射,左邊也有你,右邊也有你看得到你 如果只有單向反射,就什麼都看不到 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你們小時候玩無聊遊戲,拿著鏡子照人家 然後板光照人家,你看到什麼東西嗎?看不到 你看一個亮亮的蹦蹦過來,一個亮亮的過來而已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而且就只有那個角度有光對不對,別旁邊都沒有光 所以如果你的臉非常的平,然後只會單向反射的話,那就是打進來彈出去 就只有某一個看得到你,他都看不到,因為沒有光在他眼鏡裡面 所以,你能夠看來那些東西就是因為什麼關係啊? 慢射,然後keyword,不管是單向反射也好,慢射也好,通通都遵守 反射定律,所以就問了這個問題 光投射在這些東西裡面,誰遵守反射定律? 誰遵守啊?誰會遵守反射定律? 來,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4 24誰啊?24 24起來,誰遵守啊? 甲乙丙丁物,誰遵守啊? 誰遵守? 有人說甲跟乙 五 五 四 三 蛤? 甲跟餅喔? 甲乙丙喔? 很好,要不要換答案? 全部啊 全部啊 要換,聽永田的,聽永田就對了 剛剛跟你講說只要反射通通都遵守 反射定律啊 所以都遵守 關於什麼毛玻璃啊? 平靜啊? 灰塵啊? 只要反射通通都遵守 反射定律嘛 就是看起來霧的玻璃 好,來 算一下角度吧 算一下角度吧 這種角度問題通常需要 看複雜程度 全部要換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髮線要垂直 第二件事叫做,入二角等於反射角 第三件事叫做,三角形內角合180 你就可以解決了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把線跟障礙面垂直 三角形內角合180 你就可以解決這些問角度的問題 停車站接問這幾度啊? 這幾度啊? 光線跟鏡面層40度 請問你反射線跟入射線夾幾度? 來 大哥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為什麼要抽男就抽女生 要抽女就抽男生 11 11 哦,星星 你跟什麼? C 你說C嗎? 3 請說 你答案選人叫做,C2 來 入射角 入射線跟障礙面角50 最好法線 所以入射角50度 入射角50度 所以反射角也是50度 他問的是入射線跟反射線的角角 就是50加50叫做100 要清楚什麼叫入射線 什麼叫反射線 什麼叫法線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反射角 要出到入射角 要出到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我剛剛講過 這個題目用到三件事 第三件事用不到 1 法線是垂直 2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3 三角形內角合180 這裡用不到三角形內角合180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來 如果是沿法線垂直射進去 那請問你反射線怎麼走? 蛤? 可以直射出來 可以直射出來 可愛 大男生 小男生 可愛 大帥哥 36有嗎? 沒有36 然後 29號 29 29 31 答案 提供上 垂直射進來 垂直射出去 請坐 入射線 沿法線進去 表示入射角幾度? 0度 所以反射角有幾度? 0度 所以也是沿法線出去 只是方向怎樣? 相反 一個進去一個 出來 入射角0度 反射角也0度 就是這樣子 就是簡單的 反射定律的問題 那前面那一題 算角度是比較喜歡問的 用不同的卡牌就問你幾度 然後有人問的 有人是問你 反射線跟障礙面夾幾度 有人問的是 反射角幾度 看他怎麼問 就怎麼答 OK 這 無人無問題吧 沒有